大家好,上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 养护的血脂栏一定要给它做好 预防根部的病虫害 那么像我这些血脂栏呢 就是给它使用了这种 腐虫胺小白药 它是内吸血又是除沙型的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教一个作业 看效果非常明显 一条条的牵竹虫全部出现了挂掉的现象 这种白色的呢 已经挂掉了一段时间 而这种呢就是这两天挂掉的 所以我们只要用对了药物 才能吃到沙虫的效果 这种小白药呢适合各种花卉 我们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经过浇水之后就会渗透到土壤里面 把虫卵还有幼虫有效的沙面 也被脊珠吸收 这样呢整个脊珠就具有微毒的状态 一旦叶片被啃食之后 很快就会出现中毒而亡 而且药效期非常长 我们只是用两个月试入一次即可 在家庭使用的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就不用经常给它使用药物 有很多沙虫剂不是触杀型的 像这种是触杀型的话 虫害接触的就出现中毒而亡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这个试入药物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